在哈萨克斯塔阿拉木图举行的世界集中锦标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男子56公斤级最小级别的比赛 之前已经结束了抓举的较量 那么在抓举的比赛当中 来自越南的年轻选手 94年出生20岁的石金骏 135公斤的好成绩获得了抓举的金牌 那么中国的93年小将李发斌134获得银牌 奥运冠军龙青拳是133获得抓举的铜牌 那么现在开始的是挺举的较量 应该说这次世锦赛对于中国举重队来讲 确实任重而道远 我们现在还需要面对各路好手的冲击 尤其是在前段时间的人川亚运会 整体的水平非常的高 人川亚运会当中 大家可以说是近些年以来 水平最高的一次举重比赛 那么整体来看 这次亚运会 我们中国队确实是遭遇到很大的挑战 那么这个挑战 主要是来自于朝鲜 比如说男子的小级别来自朝鲜越南 那么在女子小级别 同样朝鲜选手也有长足的进步 包括中华台北 人川亚运会当中有三人 破了三项的亚洲记录 有七人破九项世界记录 这个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 七人破九项世界记录 这是在一个洲际运动会当中 确实也是确立了亚洲 在整个世界举弹的一个领先的地位 这次是两盏红灯 意大利选手塞卡拉尼诺 两盏红灯失败 他自己对这个可能也没有什么心理准备 我们再看一下 翻战还可以 看看提灵志兄翻战以后 看看上颂 上颂确实有躯壁的动作 没有完全的撑稳 翻战 提灵志兄翻战之后 一蹲全力上颂 上颂的这个两个手啊 并没有特别直 躯壁 尤其是左臂呢 是明显的躯壁 有两个裁判给了红灯 失败 哈斯科斯坦呢 确实是一个重竞技啊 水平很高的一个国家 在这里我们都知道 他们的拳击水平是极高啊 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有名的强国 那么举重也是一样 举重呢 他们女子像曾经有过像 作尔菲亚 作尔菲亚当然也是我们中国的运动员 后来到了 到了哈斯科斯坦去发展 包括马内扎 这都是世界冠军 传奇选手 那么男子方面呢 他们有著名的冠军选手 伊利英 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 这个也是相当了的 就是在男子的这个中大级别 哈斯科斯坦是很有实力的 所以这次的世锦赛呢 就是哈斯科斯坦作为东道主 他们也希望啊 在男子的中大级别啊 包括在女子的一些级别当中 取得很好的战绩 那么亚洲呢 目前就是小级别当中 就是中国朝鲜和越南啊 到了这个中大级别呢 那就是伊朗和哈斯科斯坦 那么至于欧洲主要是 俄罗斯啊 在女子的中大级别 有强劲的实力 也是我们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还是不行 这把还是不行 显得也有点沮丧 是不是刚才拉伤了 我们看一下 嗯应该是 提灵之中之后 看最后上送这一下 卖的幅度有点大 拉伤了 拉伤了 他可能有点心理障碍啊 第一把因为判了失败嘛 有点心理障碍 然后全力上送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他也是 整个卖步卖的有点幅度过大 刚才有点拉伤 意大利选手 斯卡兰蒂诺 大萨克斯特选手 又有点心理障碍 穷派 看这个翻战还可以 提琳之兄 他这个确实是这个停举啊 他的动作呢 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啊 你看他整个这个动作的幅度啊 相对比较小 成功啊 非常好 幅度很小 看一下这提琳之兄 原地的这个上颂幅度比较小 他这个确实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停举的这个动作 开打 感谢观看 像这个停举比赛当中的一般情况之下呢 还是前后的分腿挺比较多 有一些优秀选手呢 采取的是下端挺的方式 还有一些就是半挺 半挺像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位 这个哈斯克斯坦选手 琼泰 他采取的就是一种半挺的方式 半挺的就是他动作的幅度是比较小的 提琳之兄翻战 一吨 全力上送 成功了 那么这个前后分腿挺呢 实际上也要看运动员的这个习惯 这个应该是给了两盏红灯 给两盏红灯 哥伦比亚选手 刚萨雷斯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慢动作 前后分腿挺呢 有一些选手呢 他是左腿在前 有一些像这么一选手 他是右腿在前 曲臂了 曲臂 整个这个手臂是有明显的曲臂动作 上速的不够充分 这是泰国选手 辛菲特 第一把144成功 第二把146 像几名有实力争夺奖牌的这个高手呢 他们的停举水平至少都是在155以上 155以上 你像言润哲 他人票院员会是170 打破世界纪录 这把应该是成功了 146 实际上举重比赛呢 对于每名运动员呢 他都有不同的目标啊 比如说你像我们说到的这几名 有机会争夺冠军 或者争夺奖牌的选手 自然是全力以赴的来争取好名次 对于一些年轻的运动员 或者说实力一般的运动员 那么他每次呢 实际上是和自己在比赛 争取不断的刷新 自己的最好成绩 因为举重呢 他没有上限 你这个世界纪录 永远可以破 哥伦比亚的钢萨雷斯之前呢 由于去弊 他的开把146是失败了 两盏红灯 现在第二次试镜 这一把 踢踢之凶显得比较吃力 他这个臂啊 手臂确实是有一些弯曲 但是这把呢 做的比之前那把要好 这把成功了 这把是给了三盏白灯成功 就运动员呢 他必须啊 就是说在举重的过程当中 你不能出现屈臂 你一定要伸得很直 除非说你说我天生 我这个手臂有些弯曲 那你必须在比赛之前 要给裁判看 这是哈萨克斯坦的教练啊 在填事举的重量 哈萨克斯坦的穷派 哈萨克斯坦 他们的主要优势呢 是在于男子的中大级别 男子56这个级别的世界纪录呢 抓紧是138 是土耳其的名家木头鲁 在2001年 创造的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3年的时间 穆特鲁呢 曾经是世界男子举团的一个传奇 一个不败的神话 确实是赫赫有名的不败之王 那么他这个世界纪录保持了13年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越南的年轻小校 年仅20岁的石金骏 已经取到了135 距离世界纪录只有3公斤 那么这个级别的总成绩的世界纪录呢 也是莫特鲁保持的305公斤 在2000年的西尿音会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一般的这个国际大赛 能举到295以上 296或者298 差不多也就能拿冠军了 现在对于300这个重量来讲呢 还是一个挑战 平时的训练当中是能到的 但是真正到比赛当中 你能不能举出来这些一个问题 因为比赛啊和训练还是完全不同 比赛有压力 所以3.5的这个记录 已经保持了有14年的时间了 但是我们看到 越南的这位20岁的石金骏呢 确实很有潜质啊 很有潜力 20岁 他的技术呢 又比较全面 现在中华台北选手 中华台北的杨清怡 全力上送 好的 有了 刚才我们看 哈斯克斯坦的教练呢 实际上就用了一个战术 本来应该是到琼泰出场 但后来他修改了重量 等于是加了重量 这样的话呢 是杨清怡先冲 举重运动员呢 他一直都是在和自己